LAYO 了世紀 天天的不幸 大家好 我是LAYO 今天來看斯拉夫人對上薩拉賽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先來介紹一下藍方選擇的威名是斯拉夫人 斯拉夫人最大的特色是他種田的農田效率 是遊戲裡面最快的 那斯拉夫人呢 他的步兵也有這個王家世仇 可以無視敵方裝甲進行真實傷害攻擊 那斯拉夫人的貴族鐵騎 也是近戰防護力非常高的騎兵單位 有人說他是騎馬版的條盾騎士 那斯拉夫人他的工程器造價非常便宜 所以後期可以利用這個特性 多出點重型投資車或者是這個奴炮 都是非常適合的 那接下來介紹一下薩拉賽人 那薩拉賽人最大的特色是他世紀很便宜 而且買賣有這個手續費的優惠 對阿那薩拉賽人呢 他的科技線是非常全面的 可以打馬工 強奴 還有這個駡駝 大肉馬 還有大衝車 重頭 弩拔 火炮 火槍 想打什麼就打什麼 基本上薩拉賽人是一個沒有科技缺陷的文明 他比較弱的地方應該是騎士這部分 並不是特別強 所以他的步兵單位也算是能打 那薩拉斯人還是要主要是以打這個 強軍士會比較打出優勢來 因為他沒有經濟加成的關係 所以這是他的這個文明的一大落點 好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兩邊封建時代會怎麼打吧 這邊看到薩拉斯人 薩拉斯人這次 發現這位是馬姑姑 馬姑姑對上薩拉斯人 兩位都是滿頂尖的 最近馬姑姑的狀況有點不太好的樣子 分數從2500掉到2400的樣子 所以他最近可能在做一些調整 好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趕路還是滿順暢的 那馬姑姑的兩個分數 上次記得看到是2500多 那他這次好像掉到2400 掉的幅度有點大 好那這邊 Hera是三隻村民伐木 很正常的經濟配置 這邊也是三隻村民 好這邊再繼續殺掉一隻鹿 這裡四隻村民開始吃過的 趕快把這個豬肉開剋起來 好最後一條路也趕完了 殺身這邊打的是十八批 好封建時代 喔Hera這邊難道是要黑跳城了嗎 看起來是想要圍死 然後打個黑跳城 地圖看起來也滿天圖的感覺 並沒有太大的問題 問題是只有這塊手在外面 主巾在裡面 還有這個果子在裡面 哇 複石也在裡面 這是天圖了 木區喔裡面還有兩塊 這個只要圍起來的話 對於Hera來說是非常優勢的 好那馬姑姑不會這樣輕易的 讓Hera把這個牆給威號 把這個肉馬出去偵查 好像趕快趕回家 好 Hera這邊斯拉夫黑跳城 馬姑姑 這邊是打一個 肉馬開 但是發現斯拉夫這邊是黑跳城 所以一定要趕快拉村民去搞事了 趕快插箭塔 讓Hera要被 必須得打這個封建對決 這個破槍一直敲不下去 好馬姑姑直接插在正面 那這邊要打黑跳城的一個重點 就是要先插對方資源點 如果你有看到牧區的話 就先插木頭 那如果沒有看到牧區的話 也可以直接插農田 或是其他地方 就是牧牆的地方 趕快進攻 因為你的肉馬是可以輸出的 然後這邊收村 可以讓村民去射擊 好 那Hera這邊的應對是相當的OK 是直接插了一根塔 要來準備對塔 好 這裡村民有拉兩隻去敲箭塔 敲箭塔的關係 所以現在箭矢的數量 並不是這麼多 只有兩隻村民在裡面射箭 所以這個房子應該是能修的回來 好 那五個人蓋好一根箭塔 然後馬姑姑又在下面補了一個新的 不想讓Hera 讓她繼續在這裡伐木 那其實Hera完全 Hera 趕快去後面伐木也行的 好 這邊城堡時代還差一點點的肉量 很久沒有看到Hera打黑跳城這個戰術了 平常她都是打一個超級崩壞 就是要人命的那種 直接把對方打死 就不用打後血了 那Hera這邊是直接選擇了黑跳城 在2024年看到黑跳城的這個機率 是非常非常少見的 大概100場裡面不到10場 有這個黑跳城的流程出現 好 這裡 標榜塔 一個 屍體補下 好 城堡時代 欸 這裡怎麼還沒有補呢 趕快補一下 好 城堡時代補下了 左邊這裡 後面開了一根 電話塔 繼續防守 那這邊要不要拉大石牆呢 還是 欸是直接不圍 這裡不圍很危險喔 欸 這裡沒有圍 然後也沒有要繼續敲了 欸 這 怒牆就可惜了 好 兩邊建塔 蓋的時間差不多 好 右邊的房子繼續打 馬姑姑這邊很努力的 想要給Hera 極大的壓力 但是現在這個壓力 要回到馬姑姑的身上了 馬姑姑這邊有36村 這邊再繼續補一根劍塔 Hera這邊防守做的還是很好的 這五隻肉馬 一直在輸出 好 好 Hera這邊又補了一根 料望塔 這是各種防御塔 那遇到這個 塔弓的時候 最簡單的對應方式喔 就是你也跟著他對塔 那待會上城堡時代 待會再轉出投石側啊 或者是轉出騎士喔 去解掉這個塔弓的問題就可以了 但馬姑姑應該知道這時間定了 這個Hera應該要快要上城了 趕快用這個10強圍一下 延長一下這個劍塔的壽命喔 這樣才不太容易被騎士給輕易砍掉 好 這裡又補了一個 好 這邊是決定要開TC 還不是要轉工程器製造所 想把經濟優勢拿好拿滿 好 馬姑姑這邊 無功而返 就選擇回家 但是騷擾到的還是有 就是讓Hera這邊被迫挖屍喔 然後困著對塔 只要Hera有對塔到的話 馬姑姑應該都會覺得 算有稍微有做到事喔 不會說完全沒有影響到Hera 那事實上也是喔 Hera也是有稍微被影響到一點經濟喔 好 上城這段時間 Hera選擇開農 應該暫時不會有大打出手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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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裡補了一個修造院 把這個木牆的洞頭給補助 好 這裡殺生補下了品種 提升一下弱馬的血量 雙TC開農 裡面待會可以再補一個城鎮中心 3TC農起來 好 上面補下房子 順便 這邊 防止自己卡人口 欸 這裡我發現有洞喔 Hera這邊重新取消 然後補了一個新的 防止 差點被打破 好險 好 這邊 蓋蓋 蓋到卡人口了 好 那Hera這邊是 決定 要來先去撿生物了嗎 看了一隻生鱗 正面 低調牆 有一隻肉馬進來 看看裡面狀況 哎呀 現在是雙TC啊 補了一根城堡 右邊就補了一個城鎮中心 好 3TC 確定建立起來 史阿夫人 飲冠激素 螺絲包裡點完之後呢 城堡的造價 會再次下降 難道是要打一個螺絲堡壘 加上櫃鐵的 連環攻勢嗎 那這個打法 是有的 而且還可以搭配這個 衝車 城堡時代的一個 屠來 屠如其來的大招快攻 那這個快攻是相當少見的 好 那沙拉生人遇到 貴族鐵漆 一定就吃出駱鎚 但是駱鎚這個階段 打起來還不是這麼的有優勢 數量太少的話 還是很容易被 靠爆頭 斬奴隸兵 確實不錯 這邊有肉麻 有肉麻可以解決 親生女 媽 第一次就收掉 哇 結果自己 HERA的 貴族鐵騎 反而被 馬咕咕 也招響掉了 但是後面的 飛刀 奴隸兵 打起來有夠痛 好 奴隸兵現在血量被上調了很多 現在是120滴血 最主要是因為 沙拉生人的天生能力 駱駝血量本來是加10滴血 變成加%的 所以奴隸兵呢 直接獲得這個效果 這個 奴隸兵血量 最高可以來到133滴血 跟以前比起來 這個 血量是多太多了 好 後面貴族鐵騎 解掉家裡的肉麻問題 好 忽然點一下銀罐嗎 螺絲堡壘 難不成 真的要打這個戰術 這個戰術的話 農田量 大概是30片田左右 就可以打 HERA的經濟配置 也開始有點像 但還不確定 HERA這邊的想法是什麼 因為她這邊 黃金又開始補 也要補黃金的話 通常也就不是 剛剛說的這個打法 因為 通常會直接先上層 先上地龍時代 就不會去打這個快攻 這個時間打好像有點太慢了 通常是要25分鐘 或是24分鐘就要出門 開始搞事了 但這邊到29分鐘 還在家裡農 所以其實 並沒有太 太有優勢了 好 這裡就補了一根城堡 放手下金礦的部分 奴隸兵現在非常克制 貴族鐵騎 HERA這邊難得的打了一把 黑跳城 然後3TC轉帝王 然後螺絲堡壘 防守的一個策略 這個很不像HERA的風格 那馬姑姑這邊呢 也是順利的 4TC開農起來 村民來到了102村 那待會這兩邊都是有 大洛馬的文明 但是薩拉生人可能會更有優勢一點 因為駱駝的血量 是薩拉生人最多的文明 血量最多的駱駝文明 就是薩拉生人 而且還有奴隸兵可以用 所以要克制洛馬方面呢 是綽綽有餘 那反正是薩拉夫人呢 這邊出巨型投資機啊 或是重頭奴炮充斥 都會被薩拉生人的火炮給反制 以後期來說 薩拉生人的優勢 是比HERA這邊還要更巨大的 那如果HERA這邊轉出步兵單位的話 薩拉生人也可以即使轉出馬功 或是奴兵 都是可以的 好所以用勝率招強掉了一隻 難道HERA這邊是要打一個 生旅戰嗎 薩拉生的生旅戰也是不弱的喔 而且薩拉生還有異端邪說 斯拉夫人沒有 但是斯拉夫人的生旅移動速度是有西面最快的 這是HERA這邊生旅的唯一優勢 好 好 那薩拉生這邊打的方法是一個正常的開局 用世代上去之後趕快按巨型頭C 可以 那HERA這邊有四雙城堡 這邊按巨型頭C的速度 會再更快一點點 好 HERA這邊是真的要打生旅戰了 點下了救贖思想 啟事思想二級農 好 上方的礦區慢慢控制起來 好 好 貴族鐵析的數量現在有十隻 好 直接一招 受不了了 受不了招搶 好 招到了四隻奴隸兵 奴隸兵第一時間被自己的奴隸兵給集火掉 正前方的駱駝沒有變成重裝駱駝的關係 被貴族鐵析還是被逃到頭破血流 貴族鐵析再次出征 想要反擊這些奴隸兵回去 奴隸兵打貴族鐵析的效果實在是太優秀了 好 這邊想要丟一隻僧侶 丟到了一隻 但是又被後面CD好的僧侶 再次招翔給逼退了 哇 這邊點下啟事思想之後的僧侶 招翔速度非常快速 僧侶應對奴隸兵 這個打法相當有主動性 飛刀直接收掉 這邊的巨型頭司機 這裡再一台好像有機會拿到 哇 這裡貴鐵打奴隸兵開始有傷害喔 這邊村民直接應修 把巨型頭司機給修了回來 我準備收掉了一台 馬姑姑村民處快要來到150寸 150寸戰術又要再來了 這邊用貴族鐵析繼續收掉 這邊巨型頭司機 第一台拿掉 第二台有機會嗎 村民有在修嗎 好像有機會 奴隸兵攻擊力速度 PB有這麼快 哇 最後兩台巨頭都被打掉 薩浦人應該是站上了一點 上風了 好 這個時候才補下了三級弓 這邊主要還是要靠森林去招翔 但招到最後的結果 感覺是馬姑姑 這邊吃了個大虧 沒有趕快去補下大洛馬的升級 或是補下一堆洛馬 去先解掉後方的升旅 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奴隸兵這邊抓到蓋城堡的村民 這邊有瞭望塔 直接蓋在人家建塔上 人家一定不能忍 右邊的高地 顏布林跟城堡 這裡有一隻輕奇兵 在獨自騷擾當中 馬姑姑 這邊是古下二級 馬凱 斯拉夫人這邊是點下的精銳斯拉夫 貴族鐵型 哇靠 貴鐵打奴隸兵嗎 這個對決 要是一般人來看的話 肯定會覺得 哇這個奴隸兵 十之八九 怎麼輸 還是這個貴族鐵器 是HERA的貴族鐵器 這好像就不好說了 好 貴族鐵器的傷害 防禍力已經來到了8加3 防禍力全滿了 總共是有11點的防禍力 那奴隸兵的傷害呢 傷害是8點 攻擊可以到10加4 這也是3滴 再加額外增傷的效果 所以貴族鐵器的坦度還是有 就是 紮身這裡要趕快點一下精銳 才能打得贏 哪打才會有效率 好這裡奴隸兵趕快繼續出 還是要轉點駱駝呢 好 變成精銳之後 打貴族鐵器的效率變得很好 哇貴鐵一直一直的倒下 村民趕快一直一直的秀 HERA這邊的貴族鐵器 被消耗了非常多隻的數量 奴隸兵開始反打回去 沙拉算人這時候偷偷補下了 輪走的這個手推車技術 這手偷手推車滿大膽的 在大打圖中 在打架的圖中 居然還有機會可以去點 好這邊肉馬要趕快繼續出 趕快從個2-30隻的肉馬數量 去偷抓生女 HERA這邊的反應真的是很快 生女一直處於在可以隨時遭翔的速度 就算真的肉馬過來 步行的時候也可以躲到城堡裡面 好這一波就要直接上 直接用奴隸兵上去硬扛 收掉了幾隻生女 生女又再再一次放了出來 總共還有5隻生女 4隻生女可以遭翔 但是兩台巨型頭時機還是被收掉了 馬姑姑這一波打得非常漂亮 這波算是有點小賺了 右邊的貴族鐵器還在持續騷擾當中 薩拉斯人右邊找到了一個新的野礦 有這個野礦就有無限希望 上方這個野礦如果還能再拿下來的話 HERA就要危險了 這時候馬姑姑終於點下了 大洛瑪的升級 斯拉夫人三級攻的也補下了 三級馬卡一補 現在兩邊都準備把騎兵的坦度 拿到最高 那HERA這邊的騎兵的科技已經全滿了 全滿之後 看來有點想要做一點轉變喔 想要打這個工程器 工程師 這個工程工程師 待會要來讓工程器 傷害再更高一點點 射程多一點 這邊是肉馬想要衝了嗎 不敢 生女移動速度很快也算是個優勢 可以即時趕快避難 好 沙拉夫人點下了銀罐技術 伊斯蘭醫院 這個科技是可以讓生女 可以進行範圍補血的能力 在於補枕頭的奴隸兵來說 還有駱駝是相當好用的 因為奴隸兵現在血量變得很多 133滴血 存活下來的殘血奴隸兵其實是很多的 所以點下這個伊斯蘭音樂 現在可以變成主力作戰 拿來使用是可以的 這可以看到 這邊血量回得很快 血量回到快要2000滴 在斯拉夫人點下了金冠 王家四重配上級兵 那待會就擴散傷害的效果 這些肉馬一定是沒有問題 後面勝率陣地戰已經成型 沙拉三人點下了一攻 伐木技術 該點的都已經點下去了 後面繼續著想 奴隸兵開始有點被逼退跡象 奴隸兵這邊最迫切的事情 是要趕快把後面的 好 沙拉三人趕快把後面的生命趕快解掉 那斯拉夫人這邊是要趕快把城堡繼續往前插 然後給對方更大壓力 如果可以的話 盡量玩這個產能的地方繼續進攻 那沙拉三人這邊產能變小 自己的優勢就會越來越大了 好 這裡奴隸兵一直著想 數量好像越來越多 沙拉這邊著想很OK 馬姑姑節節潰敗 但是上面的野精被馬姑姑給拿下來 41個人在挖金礦 但是黃金卻還是不夠用 奴隸兵這個單位是真的貴啊 好 那現在還有兩攻沒有點下 哇 這邊級兵直接戳爆了一大堆奴隸兵 奴隸兵數量只剩下少量的幾隻單位了 還有八隻單位 繼續努力輸出 瑞拉這邊繼續攻城 右邊城堡好像快要招架不住 要是跟城堡掉了 這一塊野精也會 失守 但馬姑姑這邊肉一直不夠 沒有辦法很好的快速解掉後方的生侶 生侶後方一直有槍兵走出來 也沒有太多的機會可以抓掉這些生侶 馬姑姑直接打出了GG 我們恭喜 黑羅斯拉夫人逆轉薩拉森 哇 這一場比賽真的是太精彩了 誰有能夠想到貴族鐵席 能夠打贏薩拉森的奴隸兵跟大洛馬 那薩拉森應該這裡最大的問題 是沒有轉出火炮 有火炮的話 拆工程器就不用這麼累了 那奴隸兵的話 應該是有點產能上的問題 沒有辦法一直高速量產起來 感覺黃金跟肉沒有用到最極限 那黑羅這邊早早轉出槍兵 也對於前線作戰幫助非常大 戳掉了一堆大肉 跟一堆薩拉森的努力兵 也被戳掉了一些 好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是由黑羅拿到7萬9的資源勝利 大概有1萬3左右的資源 G4方面來到1.05的KD 真的是現勝 好啦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裡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